刚出现天坑吗 丰源大道三段朝阳桥附近 出现了七成五公尺大的坑洞 疑似是自来水公司在做管线推进时 一个不小心将管线弄破 水不断的冲刷造成路面塌陷 出现了一个大洞 十字路口路面塌陷 出现了一个超大坑洞 长度大约七公尺长 宽五公尺 而由于往来车辆众多 工人赶紧拿了三角锥 将现场围起来 并且在现场管制交通 而根据了解 当时疑似是旁边自来水公司的工程单位 正在进行管线推进工程 施工时不小心将埋在地底下 直径40公分的送水管给弄破了 大量的水流出不断冲刷地基 导致波友露面塌陷 但是说那个推进 它推到这边的时候 刚好遇到那个大概18米的地方 这是40公分直径的水管 然后扣掉 然后就是这样的水 这样导致那个塌陷 目前资来水公司也赶紧派人 先将管线给接起来 之后再进行修复工作 而目前大约影响供水2000户 反正现在首要 就是要赶快把那个漏水的管 把它找出来 然后赶快把它修漏 还预计明天应该上 也幸好当时没有人车经过 造成人员受伤 节中部综合报道